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觉得很特别 它这个你看房子 有点像那个村或者说是规划好的这种小区 一块一块 然后又有好像有学校 有这种什么男孩就是少年的中心 然后还有小的停车场 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它有很多壁画 这些壁画又很有那个墨西哥拉丁的这个味道 你看这是一个学校 Pray School 这个就是 Boys and Girls Club 我停好的车下来看一下 我看到这两个壁画 很特别 有墨西哥和亚利桑那那种沙漠那种感觉 这个又像是那种 印第安人啊 玛雅文化的这种感觉 首先你看这有一个壁画也是很大型的 然后这边也很多 你看这些就像一个村一样 你看有停车场也很大 不像那个一般的居民区 像一个公司和一个厂 那个厂区一样的你看 玛利亚圣母 这个也是墨西哥的这种风格的风景的东西 这前面还有还有很多 带我过去看 这边还有个墨西哥的国旗 就画在这个大墙上 你看这个很难想象 就是这样一个国旗在这个地方 如果是在中国 某一个区全是某一个国家的人住在这 外国人 或者说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然后还画的国旗 是不是有点很难以接受 再看看这几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印第安人 还有这个 画的挺好的 很有特点 这边下来的感觉就是像一个校园 我感觉 然后你看左右两边 结果再看一遍 那这房子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 但又不是一家 这应该是几家三四家 这个我在另外一条街也见过 这样的房子 还有很多图 还有笔画 小型的笔画 这些墙上 我回来之后 在谷歌上一查 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Ramona Gardens experienced some of the worst brutality during the 1980s Olembic gang officers 在草莫娜娜 在草莫娜 团队 在警察团队 他们遭遇了 一个 弓箱子 在里面 里面 他向他们 一刀 然后我们 一刀 到这里我才想起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壁画 就是那个小孩被枪杀 被警察枪杀的 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我第一次团队 没有健康 没有健康 没有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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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跨过 空路 社会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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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洛杉矶 东部 其公寓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 当时士兵和工人居住在这里 然后西班牙裔的社区 组建立起来 它一直是黑帮暴力 缺乏资源的代名词 因为警察的关系是一场没有领导人 没有法律的灾难